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RJ Pokemon Go近來就登陸香港,做了全城的葉華 好像Pokemon Go已經變成了香港人茶餘飯後的話題 甚至是廢親莫親的原因 以下就有幾種人 在Pokemon Go登陸香港之後出現的不同種類的人 大家可能有幾種都見怪不怪 甚至可能是你自己來的 反而有幾種人 我就覺得很噁心 還有一些反感 我自己就來看看 究竟你是哪種人 聽聞你最近很多人玩Pokemon Go 你有玩嗎? 那行 我聽聞天秀啟蒙蓉足 你們一起走 好啊 有嗎 我們去做一些好玩 所以我們有好玩 我們來玩一下 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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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喂 混蛋 這隻是不是啟泊龍來的 是呀 在哪個啊 屌你 那邊啊 屌 混蛋 我屌你一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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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哥 你最想捉哪隻小聲來的 認識那隻 對呀 是發電的那隻 阿古獸 大家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米哥 那今天呢 我出來爬火 那想 進手訪問一下 現在很流行Pokemon GO 那我就 又有玩 我又請來一位 RJ 那我就不一問了 啊 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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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呢 就是 我現在也有一隻 阿古獸 兩隻 奧米加龐克獸 那你捉了什麼 你死開啦 我最討厭玩這個遊戲了 完全不知道有什麼好玩 走來走去 好玩嗎 個個都玩 我偏不玩 威哥 有沒有Pokemon GO 當然沒有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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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你去玩了好點嗎 我小朋友 其實... 你去上樓盤很高 就好啊 他說不合格的 現在大聲就小了 大家又是以上哪種人呢 其實... 貪新鮮龍跟風 一隻都是香港人的特色 性格 一隻手機遊戲 可以間接解決了引清責男的問題 甚至跟朋友之間話題多了 跟家人的茶餘飯後活動又多了 大家的運動量又多了 對一隻手機遊戲來說 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真是... 甚為小見 就算你不玩 我不是叫你一定要跟風跟人玩 但你不玩也不需要特地跟人說 人人都玩 我偏是不玩 因為這樣... 自命清高的性格 還要特地顯露給別人看 真的... 我覺得很反感 和...很深 又是幫福 對... 對... 對...